为什么我说呢 真正没骨气的是台独 对不对 你看很多这些台湾的网红 像波特王啊 馆长呢 现在都在力挺黄志强和陈芳雨了 说他们有骨气了 对不对 陈芳雨也说 你关我的微博 我还有Facebook 我还有Instagram 神经病啊 对不对 你妈有几个外国人 去看你那些中文的Instagram 去看那些Facebook丢人 Facebook马上就要 就他妈要关门歇业 就要改名了 对不对 你用人家外国人的软件 还得意洋洋啊 对不对 你妈用中国的软件 就用不了啊 孩子妈的 有种你去用台湾的软件 你去用大陆的微信干什么 用大陆的微博干什么 用大陆的TikTok干什么 对不对 这神经病嘛 对不对 明明是选秀失败 从2012年就开始在中国圈钱 你妈在中国圈了 混了十几年了 现在跑出来搞台独 你妈像这样的台湾鱼人 太多了 对不对 刚吃完你锅里的饭 回头就砸你锅里的锅 这种人 咱你妈不要脸呢 还有这个黄志强 这个大马 这个歌手 你妈明明就是一个 一个傻逼的 一个汉人 你妈还整天说 我不是中国人 我是大马人 你妈这个王八蛋 这个反中走火入魔的 对不对 还搞一个什么八项 什么这个 这个塔利班政策 就是影射中国共产党 这个家伙 该死了 我估计他活不了几天了 对不对 你妈搞一首这种莫名其妙的歌曲 要旋律没旋律 你妈除了从影射 中国的这些爱国人士 是小粉红 说中国割韭菜 然后拿这个 那个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狗熊 来来影射 习近习总 对不对 还有拿些什么蝙蝠 来来影射中国人 传染了武汉新冠病毒 对不对 乱七八糟搞一大堆东西 你虽然有有上千万人看 这上千万人 可能有上千万是台图 还有就是给外国人看 更加加深 外国人对中国人的成见 对中国移民的成见 本来中国移民 包括甚至亚洲移民 在美国 加加拿大和英国 就受到很严重的种族歧视 就是就是因为这个 coronavirus新冠病毒 经常受到这些 外国人的这些assorting 就是Asian hate crime 你现在在火上浇游 你这不是把我们外国 美国的华侨 你妈置于危险之下 我顶你个肥很尬残 你妈去死 生孩子没屁眼 对不对 你以为台湾人走在街上 人家黑人不打你吗 不照样拿狼头好你 对不对 你以为台湾人长得 你妈三头六臂的 你长得还不是跟中国人一样 你妈顶你个肥 在美国人眼里 你他妈也是空服录 也是武汉病毒 我顶你个肥很尬残 这丢脸的陈芳宇 黄志强下地狱 顶你个肥很尬残